我在晴朗的午后给你写信 字体有些偏颇 纹丝不流畅 我把字寄给了时间 浮在眉窑网的清晨取决月光 树影倾斜 向佑人轻浮靠近 有没有说好时间 我已经记不得 但是风景 又是按照你说的 蜿蜒的四百公里 我带着最小的苗头上路 没有体验过的空气和云彩 生命一样崎岖的山脉 也许是你留下的线索 在我读过的 所有关于奔赴的文字里 有坚固的追兵 也有融化的血水 如之深山间 我们可以互不相见 也可以像这湖水 融化得更深一些 像恰到好处的电影结尾 而我 依然有奔赴你的可能 感谢观看